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叫《你的灯亮着吗?》 这本书是两个美国人写的 一个叫唐纳德高斯 另一个叫杰拉尔的温伯格 这两个名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都不太熟悉 但是对美国人而言 大家是非常了解这两个人的 头一个人唐纳德高斯 是在美国的纽约州立大学任教 研究复杂系统的设计开发 他还去给大公司怎么进行变革 进行处理 另一位是杰拉尔的温伯格 温伯格就更厉害了 他本专业就是计算机数据处理领域 在这个领域他真是大升级的人物 他早在1997年就被列入到 美国计算机名人堂首批五位成员之一 你要知道 就是到今天计算机名人堂 也不过只有20位成员 像比尔开茨 还有戴尔公司的CEO 麦克尔戴尔这样的人物才能名列其中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温伯格是有多厉害 他自己就写了30多本专业书籍 在全球的读者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那今天的这本书 你的灯亮着吗 其实就是他总结如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听这个名字可能会有点奇怪 你的灯亮着吗 它是一个隐喻 是指在遇到问题的过程 其实是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的 但每个阶段都是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也有一些陷阱 如果我们一不注意 很可能就掉到这些陷阱里面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一些问题很难处理 很棘手 其实不仅仅是问题难这一个方面 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掉入了一些陷阱 所以作者希望这本书就像一个灯一样 或者像一个手电一样 能在我们探索问题的过程中 点亮去看到那些陷阱 不要让自己掉到解决问题的困境当中 当然了具体都有哪些灯照亮什么陷阱 我们待会聊完你就清楚了 我们再回到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出版的非常早 它在1982年就已经出版了 到今天你像2017年 已经有35年的历史了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能够一版再版 那真的是畅销书经久不衰 可是这本书和我们绝大多数看到的 什么这种经典名著畅销 它还不一样 不是大部头的剧作后书 相反它是很薄的一个小手册 可能都不到100页 里面是20多个小故事串联起来 像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通俗 重新审视问题 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遇到问题的阶段 我们最常见的陷阱是什么 第二部分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阶段 有没有什么高效思考的方法和技巧 第三步 在重新审视问题的阶段 是不是得问问自己 我们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好 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第一个 遇到问题的阶段 最常见的陷阱是什么 大多数人拿到一个问题 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 你比如让你去修个灯 有人告诉你灯坏了 你会怎么做 你肯定是 那我现在去修吧 可是做的说 像这种遇到问题 直接做出反应 立马要去解决的方式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们遇到问题 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吗 它怎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误区呢 作者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说是有一个大厦 刚建好没多久 这个电梯就行驶的非常慢 结果每天上下班的时候 这员工就在那排队等着 因为等的时间很长 大家就纷纷抱怨 导致这个大厦的房东 就不得不证实这个问题 所以在大厦里面 就找了一个送信的邮差 名叫彼得 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彼得拿到这个问题以后 就像大多数人一样 立马上来就解决问题 他就在想 大家现在抱怨的 主要就是因为等的时间长 那我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给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 找点事做 不就不觉得等的时间长了吗 所以他就在每层电梯的旁边 放了一边镜子 为啥呢 因为一放镜子 人们出于这种爱美之心也好 还是这种虚荣心心理 他总会整整自己的衣袖 看一看 这样时间过得就没那么长 所以他这么一做 果然大家的投诉声音很小 老板又觉得就放了个镜子 成本也很低 所以就拍了拍彼得的肩膀说 干得好 给你加薪 这个问题解决了 彼得也很有成就感 可是呢 没过多久 问题就又产生了 那就是啊 这个镜子放上以后啊 和很多人给上面涂鸦 导致其他人就抱怨 这个大厦的环境是不是比较差呀 有人又抱怨 彼得就又得解决这个抱怨 他想 其实大家呢 就是不愿意等这个电梯的时间长 让大家照镜子还是看涂鸦 其实并没什么关系 与其有些涂鸦 大家不满意 我倒不如给镜子旁边就放些蜡笔彩笔 你自己画就行了 你喜欢啥你画啥就行了 不就不抱怨了吗 果然在这个镜子旁边放上蜡笔之后呢 大家拿起蜡笔就让他画 反而觉得整电梯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问题再一次得到了解决 还有这个彼得还真挺厉害的 每次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很有创意 结果没过多久 又出现问题了 就有一部分人呢 非常不喜欢这种到处乱涂鸦画画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们就像市容整肃协会 这么一机构去投资了 我们彼得就又得面临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这个故事咱先打住到这 你有没有想过 彼得面临的这个场景啊 和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很相似 你看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 那上来就很努力的解决问题 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有时候还会很有创意 从其他前辈呢 或者书记中找到方法来去解决 解决了以后还有很有成就感 结果过一段时间呢 又产生了新问题 我们就接着去解决 可是呢 真正可悲的地方就是 我们以为自己像彼得一样 在很努力的解决问题 但其实是 我们可能只是在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问题 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自嗨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 让我们接着听这个彼得的故事 大厦呢 隔了一段时间呢 就要进行检修 人家来检修电梯的时候发现了 这个电梯的主控箱里面 有一个积电器被老鼠咬坏了 所以呢电梯的运行速度就严重下降 根本不达标准 所以他们修复了寄电器以后 很快 电梯恢复了正常速度 大厦再也不堵了 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此前邮差彼得做的所有的努力 几乎全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做了很多努力 又做了各种创新 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以后 到最后结果却没意义呢 这就是因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如果只想着立刻左手 就解决问题 很容易掉进一个思维的陷阱 什么陷阱呢 那就是我们遇到问题 第一点不是圈去想定义问题 而是立即左手做事情 这就是问题 什么叫定义问题呢 定义问题呢 就是指我们在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要先上来 立刻就左手解决它 而是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来找到这个答案 比如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问题 谁碰到了问题 问题又是什么 换句话说 这问题的本质到底是啥 你看把问题定义清楚 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问这个问题究竟是谁的 到底是谁遇到了麻烦 比如在这个电梯的故事当中 邮差彼得拿到的问题就是老板告诉他 业主们在抱怨 你要解决大家的抱怨问题 因此对他而言 似乎这个问题就是业主的 可是如果你不这么着急 上来立刻就解决问题 你多想一想 你想一想这个问题真的只是业主的吗 你就会发现 其实电梯运行缓慢 更有可能的是 这个问题应当是属于电梯维修工的 如果一开始彼得就把问题定义为是电梯维修工的问题 那他之后绝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够被精简 这个答案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谜底总是被我们切开以后才看起来很简单 而我们生活大多数情况下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定义问题就立刻行动 导致在错误的方向上花费太多的时间 这难道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吗 以前我记得看过一个段子 是说有一个很爱抽烟的人 读书的时候看到书上写 长期吸烟会导致高血压肺炎肺癌等严重的疾病 这哥们吓得赶紧把书合上 萌萌的吸了一口烟 哎呀妈呀吓死人了太恐怖了 以后再也不能读书了 你看这哥们他没把问题归因于抽烟上 他把问题定义为这是书本的问题 我们其实有时候不也这样吧 比如论坛中收到了负面的差评 他解决的方法是关闭评论 那考试没考好的时候 解决的方法是修改考试成绩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都像邮差彼得 没有去定义问题 或者是不知不觉在错误的定义问题下 就立刻采取行动 这样呢 南辕北辙 你是越努力越勤奋 错的越来越远 作者就告诉我们 在遇到问题时 要避开第一个大坑 就是要先定义问题 而不是先解决问题 只有明确的定义了问题 才能进入第二个阶段 解决问题的阶段 那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二个话题 你看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往往关心的是 这事要花多少钱 找谁来弄 然后要用什么方法 大概都是考虑的这些事情 这些当然也重要 可是比这些考虑的因素还重要 或者说要在他们之前 多考虑两个点 而这两个点是绝大多数人忽略的 哪两个点呢 第一 我们得问问 这个问题该由谁解决 第二 这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个问题该由谁解决 在定义问题的阶段是说 这个问题是谁遇到了 可是在解决问题的阶段 我们问的是 这个问题该由谁解决 遇到问题的人 可不一定就是解决问题的人 他们两个 有时候不是同时的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班里有12个学生 有一天呢 你走进教室的时候 发现呢 教室里有一个男生在抽烟 其他人呢 都很不满意 怎么能在教室里抽烟 可是这抽烟的小伙子呢 一点都没察觉到 自顾自的继续抽 那请问 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办 你是会严厉的批评 这位抽烟的学生 让他把烟灭掉 还是说 大家立一个新的班规 以后禁止让大家吸烟呢 不论你采取哪个措施啊 都和书上的 这个老师的措施不一样 老师的措施是什么 啥都不干 为啥是啥都不干呢 原来呢 老师去让学生 自己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学生 发现老师没管呢 他们说 不行啊 不能这样 于是他们就坐在一块 跟这个男生讲 你这样抽烟 我们受不了啊 可是这男生说 这个我不抽烟 没啥事 分散我注意力 我学不下去呀 大家就七嘴八舌商量 后来呢 大家一致同意 你呢 不抽烟的话 我们每个人呢 每周给带来一个新鲜的零食 靠这个各地的小吃 大家来变得有趣 抽烟的学生一听 嘿 这也挺好 结果大家就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以后啊 每周上学的第一天 大家都很期待 哎 这周又有什么新鲜食 结果搞得班级气氛还很好 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能解决 这件事 给我们最大的启发 倒不是说这些学生 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真正的启发在于 那老师啥都没干 你看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言 如果是这个老师 面对这个问题 那肯定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得去解决呀 可是作者想提醒我们的是 在解决问题的阶段 先要思考的问题是 这个问题该由谁解决 换句话说 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人选 如果有人比自己 更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就应当交给这个人来解决 我们不要越足带庞 比如子女的问题 就用子女来解决 父母不要干涉 父母的问题呢 其他人也不要掺和 让他们自己解决可能最好 可是在生活中常遇到的情况是 父母要干涉儿女 儿女也看不惯父母 你都像居委会大妈一样来掺和 事情反而越来越复杂 假如这位老师直接介入的话 解决的方式可能还不如这帮学生自己解决问题呢 我们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 你的同事或者你朋友找过来请你帮忙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是要么想想怎么帮 要么就是拒绝 其实做的说 真正要问的是 我是这个问题的最合适人选吗 找到我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只不过我们没有养成这样思考的意识罢了 导致自己陷入到问题做了很久 才发现自己烫了一趟浑水 如果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先思考这个问题是谁的 那我们可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能够更高效 不过呢 有了这种思考的习惯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啊 遇到问题的人和能解决问题的人 他有时候不是一个人 什么意思 比如这员工天天晚上加班 他这是个问题 可对他老板而言 那就不是个问题 你加班关我什么事呀 遇到问题的人是员工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老板 他们不一致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案例 是说有一所大学呢 这两年扩招 这个人数多呢 带来一个问题 这个学校的停车位就变得很紧张 尤其是离这个教学楼近的这些停车位 哎呦 那是太紧张了 有时候去玩呢 可能得到一两公里外的停车场才能停下车 这样拿学校的师生们就抱怨纷纷吧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这问题谁是最好的解决者 那当然是校长了 可是有意思的是 遇到问题的是员工和学生 却不是校长 因为校长有自己的专用停车位 他压根就没觉得停车难 这个想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没权利 能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没意愿 怎么办呢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人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让问题解决者 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压力 比如 如果你老加班受不了 你就得让老板知道 这种加班给他的利益带来的损害 比如项目质量下降呀 客户评价下降呀 等等 那当时这个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也采取了一样策略 他们呢 就占这个校长的停车位 让校长也没点停车 有时候呢 这种方法还是有效的 你让这个问题解决者 感受到这个利益的冲突 他就会认真去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把这个皮球 踢给这个问题的解决者 他不买单 像这个故事当中 这个校长 他跟你杠上了 好吗 谁在站我停车位 一律开除 他来硬的 这个时候 情况就进入僵局了 能解决问题的人 坚决不解决 不能解决问题的人 没办法 其实这种两难的场景 生活中也常常遇到 我们总是觉得 对方没有尽力 在解决这个事情 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 作者说 不管怎么样 建议你 暂时把责任 归到自己身上 换句话说 我们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 其实并不仅仅是 别人的问题 并不仅仅是校长的问题 我们也一定 在这个问题当中 是发挥作用 只不过我们平时 都不愿意承认 或者说 我们更愿意 把责任归咎于别人身上 能够看到别人的问题而已 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 认为自己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之一的话 可能新的解决方案就会产生 比如对于这个校园停车男的问题而言 作者就建议 学生和老师们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教学楼进的停车位 就那么不容易找 或者那么抢手呢 还不是因为大多数人去的时候比较晚 如果不停到近处 可能就会迟到 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到学校 在一个远一点的停车位停下 又如何 无非是多走两步 还能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 渐渐升呢 所以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 让自己主动的多锻炼一会儿 早到一点学校 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反而远处的停车场 和近处的停车场 都能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就能得到友好的解决 所以 这就是作者在解决问题第一个阶段 教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方式 先问问 这个问题究竟是谁的 让合适的人解决 合适的问题 也要意识到绝大多数问题 我们也在其中要承担责任 好 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思考点 除了这个点呢 作者认为在解决问题的阶段 还有一个思考点也很重要 那就是要弄清楚 这问题是从哪来的 什么叫问题从哪来的呢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你比如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如果知道这个题是哪个老师出的 你往往就知道 你答案该往哪个方向上写 如果你知道这次汇报的议题 是哪位领导提出的 你就大概知道这份议题背后 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换句话说 即使是同一个题目 如果是不同的人提出的答案 可能完全不同 事实上 我们在生活中 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的答案可能是有 无数种可能性的 你究竟哪个答案 才是更好的答案 如果你一个一个去试的话 那样时间成本就太高了 怎么样提高这个效率呢 做的就是说 想一想 这个问题从哪来的 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能够想明白 是谁制造了这个问题 你往往就能知道 它可能利益诉求是什么 它关心的答案是什么 你一下就能在众多的方向中 聚焦到一个更高的可能性上 提高你解决问题的效率 这就是解决问题 第二阶段要注意的 想一想问题来自哪 好 现在我们知道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要先定义问题 再开始左手解决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又要先去思考 这个问题究竟是 谁能合适解决 以及这个问题究竟是谁出的 哪来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 更高效的解决问题 避开这几个坑 那是不是了解了这些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没问题了呢 作者说 并不是 还有一个我们绝大多数人 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阶段 那就是 重新审视问题阶段 我们真的想解决问题吗 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它会提出我们很多过去 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 没有想过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 确实非常重要 它能够弥补我们思维当中的漏洞 让我们看到 我们还有完全不知道的一面 比如 我们大多数认为 一个人能干 解决问题 解决的好 那就是优秀的人 可是事实上说 很多情况下 未必这样 我们之所以认为 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认为 重要的问题 它的答案也很重要 那么你解决问题 自然就很棒了 但是呢 作者说 问题很重要 其实答案 未必也重要 有时候 答案甚至可能 没意义 书中讲的 这么一个故事 就有一位密码专家 水平非常高 有一次呢 他就接到一个任务 是要破解这个 在欧洲的国家 外交工作时 用的这个密码 你说这个问题 很重要吧 这密码专家 就花了18个月的时间 来研究这个事 不断的辛苦努力 还用用这个 最先进的计算机 帮助他分析 终于确定了 外交官使用的密码 到底是什么 他又花了8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密文破译了 哎呦 当他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 打开这个破译的密码之后 一看 好嘛 密码的内容 就是今天买了多少葡萄酒 明天买了多少威士忌 今天抽了几支烟 完全是无意义的 一些账目表 你看 一个破译密码的问题 很重要吧 可是找到的答案 却几乎无意义 这就是说 有时候看起来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的答案 可能是没意义的 这个故事能延伸出 很多更深刻的思考 比如我们人生 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很可能觉得 生活中 金钱 地位 名誉 这些问题很重要 但他们答案一样 也重要吗 我们追求的东西 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们真的想解决 这个问题吗 或者我们只是因为 别人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去解决 这个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提前去思考 我们要的是什么 好了 除了这种 哲学层面的思考 这种问题重要 答案没那么重要的情况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 就问题很严重 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能结果更糟糕 比如 如果一个人身负重伤 一把利剑刺入他的胸膛 这个时候情况 当然是很严重的 可是你要不管步步 搜索一下 把他的剑拔出来 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 他死得更快 又是问题很严重 你直接解决了他 可能问题更严重 书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玩具公司 他请了一个外部智囊机构 给他们琢磨一个事 就研究了 怎么样降低 他们公司的生产成本 他们公司在美国的东部 中部和西部 分别有三个玩具厂 来生产玩具 可是运输成本很高 生产成本很高 他们为了提高利润 就找这人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当这个外部智囊机构的负责人 调用了大量的资料 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以后发现 在这三个工厂中 其实把另外两个厂关掉 只留下西部的这个工厂 一家生产所有的产品 这样成本是最低的 可是当他把这个解决方案 拿给公司的三位副总的时候 三位副总全部否决了这个提议 为什么 原来他们的董事长是住在东部的 如果把工厂只开在西部 他们的董事长会很不高兴 绝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所以如果解决了前一个问题 带来的问题 对三个副总裁而言 可能是更严重的 他们宁可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又常常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为了解决粮食害虫的问题 所以发明了农药大面积的使用 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吧 结果带来了地球生态环境 越来越恶化更严重的问题 这不就是我们最开始 要解决一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真的采取了以后 结果更严重 因此 不要问是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而是这个问题被解决 产生的后果发生以后 我们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很多悲剧就是发生 在我们没想明白这件事情身上 不过呢 最有意思的还不是这种情况 而是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我们虽然是很积极的 一个解决问题者 但很可能我们就是问题的制造者 比如早些年呢 这个计算机病毒是非常吵的热 可是这两年似乎很少听到这样的消息 为什么 这其实就是因为早些年 计算机的杀毒软件 它是收费的 所以这些致力于杀病毒的计算机公司 其实是最希望有病毒 否则他就没得卖了 因此那个时候 好多病毒都是这个杀毒软件 自己创造和制造的 必须有更多的病毒 自己的存在 才有意义和价值 就像书中作者举出的例子 这个裁军委员会每天忙着裁军 可是他们其实并不想真正的把所有的军队都采取 如果军队真没了 那他们的工作也就没了 他们存在的价值也没了 很多公司的管理层也一样 他们天天在管理问题 可是很多时候他们也要主动的去制造问题 要不然他自己的存在感也就失去了 所以做得说 如果你是这么一个位置的决策人 你是不是还真的想解决问题呢 好了 这就是你的灯亮着 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核心内容 回到我们这本书的名字 你的灯亮着 它具体讲的意思 其实就是在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三个阶段 这些陷阱 你有没有提醒自己注意 如果你提醒了 那你就打开了通往智慧解决问题之路的灯 总结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大概讲了这么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当我们在遇到问题的阶段 不要一上来就立即着手解决问题 而是先去思考 定义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它是谁的问题 谁面临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想明白了这件事 再着手解决 第二 定义了清晰的问题之后 就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有两个思考关键点要注意 第一 你得想想 这个问题究竟谁是最适合的解决人选 有时候解铃人和系铃人 他不是同一个人 你得多琢磨琢磨 第二个思考的关键点 你得想 这问题是谁得的 它从哪来的 你能想清楚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哪里 你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探索 更高效的找到问题解决方案 最后 就第三个层面 那就是还要重新审视问题 我们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吗 有时候问题很重要 答案未必那么重要 有时候一些问题不解决 比解决可能还要更好 如果你的解决方案问题更严重 那你得先想清楚 我今天就想解决了 这有时候 我可以解决方案